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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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就不懂了 三哥是想亲自保护三嫂的安全 什么意思啊 木子正是青年会的人 现在又藏在金城身边 还是当年刺杀康敬雄的杀手 如果这个时候他身份暴露了 以三嫂的性格可能不救他吗 对对对 三哥 三哥 要我说 这木子正一次次给你找麻烦 咱们干脆把那青年会身份 给暴露就完了 真的是 我说过 青年会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缠乎的好 况且 如果木子正身份暴露了 杭静也会受前列 您好 林杭静 林小姐在吗 您找林老师是吧 真是不巧 他呀 请假一个月 一个月 是啊 那不好意思啊 我下次再来拜访 没事没事 三少奶奶 您要去哪儿 我去园子里散散步 三少不是说了 只要不离开别墅就行吗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看 是我太宠着你 纵着你了 是吗 有我天天在这儿亲自守着 你还想跑 真是欠管教 小北辰 你放我下来 小北辰 我说了 没有我允许 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吧 小北辰 你放我下去 小北辰 你干什么 你放我下去 小北辰 我不是你的囚犯 我不是你的囚犯 你干什么 你 小北辰 你干什么呀 我看你是不打算老老实实 在这儿屋里待着了 行 那我只能这么着了 你刚刚不是哭着闹着要走吗 哭 尽情地哭 等你哭够了 嗓子干了 看到床头那杯水了吗 给你准备的补给你准备的补给 我 你想吃饭是吧 行 饭也别吃了 现在睡觉 你就在梦里边喝你的鲫鱼汤吧 你 小北辰 小北辰 别动 还动是吧 你再动信不信我进来和你一起当春酒 好 我 这才像话吗 全世界 v 你 你 啊 对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这大碗伤得你上哪儿去啊 我 我口渴 我也不想让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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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回去吧 回去吧 往里边躺点 手放被子里 这儿有天气凉 容易染上风寒 三哥 那天晚上的事情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其实莫子正的 我不想听她的名字 其实我 你解解风情好不好 先自这氛围 适合聊这个吗 我想就这么留着你 一生一世 杜军 走吧 小副司令 隐军独立团的新任团长杜恒 听说是你在军校的老师 是 杜教官是我的收缘师 哦 就样就样 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康司令过奖了 属下愧不敢当 北臣啊 你们这个东大营这一次演习 十分地有成效 所以驻军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杜团长 你经验丰富 以后有劳你多操操心 职责所在 必顿记心尽力 好 到前面去看看 请 小北臣 你到底把行情怎么了 笑话 她是我夫人 我敬她 爱她 穆先生何出此言呢 小北臣 你别装了 你千方百计阻止我俩见面 不就是心虚吗 因为你知道 她为了我 连命都可以不要 雷行警救你 那是出于她善良 念着昔日的情分 你跟她没有现在 更不会有将来 那你为什么不敢让她来见我 与其在这儿跟我唠叨这些 你还真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 你什么意思 独军向来最讨厌 地下组织 倘若他是知道了 自己的义词 是青年慧的人 他会怎么想 你准备现在告犯我 我小北臣没那些功夫 也不屑立你这档子事 但我告诉你 想要跟我争 先掂量掂量你自己的分量 小蓉 小蓉 金香姑奶奶 你去饶了我吧 都跟了我一早上了 那我们家小姐和姑爷 到底怎么样了吗 你还怕少爷 把少奶奶吃了不成 那他们为什么 一直住在别墅不回来呀 就你家小姐那脾气啊 她又是真不想住呢 我们少爷 还能奈何得了她 你不知道 这个 叫情调 就没有胡说八道 不管 我们少爷呀 对少奶奶比自己命还看重呢 这个你还不清楚吗 不管怎样 小姐对姑爷的好 我也得让姑爷知道 爷 康司令 朱军情况如何 三方都已经安排到位 彼此磨合得不错 都军坐镇 各方自然是卯足了劲 哪敢有一丝怠慢哪 请 请 请 子政 你看起来很疲惫 没休息好 不受打击 我 怎么了 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杭景因为见我 惹怒了萧北辰 被他关起来了 我很担心的 子政 先别着急 我帮你想想办法 好 好 谢谢姐 姑爷 金翔 找我什么事 我们家小姐怎么样了呀 您可 千万不要对她凶啊 不然 您就浪费她一片真心了 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家小姐 亲手吃的 是送给您的 结婚周年礼物 我说您这到底要干嘛 秘密 您可以试一试 您可以试一试 这大小也合适 颜色也是您最喜欢的颜色 我们家小姐 是第一次织手套 有好几次不小心 把手指都给戳破了呢 放心吧 她过来天就回去 小桃 小桃 帮我洗下后背 再用力一点 我看啊 你一人过得倒挺滋润的 你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都进来好一会儿了 怎么 我是你丈夫 我还不能进来 你 你出去 你 你这两天有想过我吗 没有 好吧 我学习的 你一个人没用这个 好 报告 副司令 温泉山庄刚才打来电话 金渡军康司令 邀请您明天去打猎 打猎 明天上午十点 他们在山庄等您 副司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小姐 北辰 你怎么来了 独军和康司令约我十点去打猎 怎么 你不知道吗 十点 可是他们九点就已经出发了 那实在太不好意思了 一定是华务员把时间搞错了 既然这样 那下次吧 这打猎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你现在去也赶得及 打猎并非什么钥匙 况且我还有军武在身 告辞了 等等 实在不好意思 让你白来一趟 这也快中午了 不如留下来吃个饭 金小姐这样三番四次地挽留 想必今日的打猎 也并非都军月的吧 说吧 什么事 没错 是我把你叫来的 今天这局又是为了谁 我不是为了谁设的这个局 那我就更看不明白了 金小姐执意去帮穆子政 不惜拆散一对夫妻 我的确是为了帮助子政才回来 当我到了北兴之后 我清楚地看见 你和杭景是有真感情的 我也劝过子政放弃 那你今天这么做 又是为了什么 虽然我和杭景只见过几次面 但我很欣赏他 他需要的 是一个能够懂他 信任他的丈夫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信任都给不了 那我岂不是看错人了 我们夫妻之间的世界 就不劳你费心了 和杭景厮守到了 是我这些年唯一所想 麻烦转告你那个异地 杭景于我 相当性命于我 倘若有人斗胆取我性命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 balik 走 杭静 子政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听说萧北辰把你关起来了 你怎么样 我 先不说了 赶紧跟我走 有人接引我们 子昌 我不能和你走 我记得上次 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知道 你不用再跟我重复一遍 我没有逼你跟我在一块儿 但是我知道 你想要的自由 跟尊重的萧北辰给不了你 我不能看着你作解自负 子政 没有人勉强我留在这里 杭景 你子政 你先冷静听我说 这里到处都是伟兵 如果你不想为难我的话 就赶紧走 杭景 只要离开了萧北辰 你就可以去过你喜欢的 自由自在的生活 你难道连这些都不想要了吗 可以 不要 我 广告三上 好 广告三上 ��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三哥 对不起 紫诚 我不会离开他 文叔 好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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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小时候我娘常带我来这儿 她喜欢包着我 看着天上的星星 我很好奇 我就问她 为什么要看着天上的星星啊 她笑了笑 她笑了 什么也没说 后来我娘走了 因为德国牧师在探望我爹的时候 她跟我说 因为人们 都在寻求一份永恒 后来我才意识到 这么多年来 我娘在我心中 就是那一份永恒 她就像这星星守护着我 永远给我安全和幸福感 可是永恒难得 好 永远 恒情 我想跟你道歉 我承认 当我看见你义无反顾地 拦在我的面前 去保护她的时候 我愤怒 我忌妒 可是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害怕会失去你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在你面前 变得像个意乱清明的傻子一样 三哥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没有考虑你的心情 是我太有事无恐了 我没有想到即使你再怎么坚强 也还是有脆弱的一面 三哥 我答应你 这辈子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你不想让我去做的事情 我就不去做 谢谢你 来 欢迎三哥 副司令 副司令 看看 终于回东班营了 副司令 我一看你就是跟三嫂和好了 是不是 什么话呀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不好管 你这大热天戴手套 五一辈子了 看看 这是你三嫂亲手给我指的 三嫂 三嫂手艺可以啊 给我也弄一个 抽劲的 三哥 三嫂 三嫂 凌伯父出事了 请问 金小姐在吗 康司令让我来问问 回城的安排 如果小姐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开口 谢谢张参谋 我们家小姐去慕少爷房间了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谢谢啊 莫少爷房间 子政 爹打猎回来带的鹿肉 我做成了汤 你尝尝 来 先 先放这儿吧 紫政 我 你尝尝 该做的你都做了 杭颈他不愿意离开 他的心意你很清楚 不该尊重他的选择吗 姐 我终于知道 心如死灰是什么感觉了 但是我不甘心 可很多事情 都早已命中注定 可很多事情都早已命中注定 你又何必强求呢 谢谢姐 为我担心了 趁热喝了吧 原来是他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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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告诉你一个 听大的好消息 老爷回来了 你是说萧司令回来了 不是 是 是咱家老爷 你爹爹呀 你说什么 你说谁回来了 咱家老爷回来了 姑爷把他从狱里接回来了 现在就在消复 在镇厅过去呢 小姐 小姐 你慢点 别摔着了 小姐 我要带你 我不要拿走 我卡住了 我会带你 我带你 快走 快走 你快走 照顾 和你 你买Лns even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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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儿 爹还以为再也没有 这么团圆的一天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呢 爹 爹 来 你这是干什么 爹 齐夫人 杭景在萧家记住多年 全靠府中上上下下的照顾 尤其是司令和夫人 对杭景视如己出 我入狱六年 没能照顾杭景 一丝一毫 这心中有多少的愧疚 对司令和夫人 就有多少的感激 我这衣柜 是作为一个父亲 感谢夫人 照顾杭景一日一餐 教导她一言一行 给她一个家 快起来 唐生 快起来 起来起来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 是你给了我和司令这么好的女儿 我们萧府上下呀 喜欢她还来不及呢 是吧 是吧 老三 当然 如今老三和杭景又成了亲 都说女婿半个儿 以后老三啊 就是你的儿子 有什么事你就吩咐他 如果你不高兴啊 狠狠削他 瞧我高兴哪 把重要的事给忘了 贵叔 快去给司令发个电报 秦家公 咱们饭桌上好好聊 有劳齐夫人 走 我们干杯 庆祝杭景跟她父亲团聚 干杯 干杯 干 秦家公 今天我特意让后厨 安排了几个江南口味的菜 赶紧尝尝 夕夫人 真是太有心了 这府上由您操持啊 海山真是天大的福气啊 你呀 就踏踏实实地住下 等司令回来了 你来好好叙叙旧 好好喝个酒 刚才的那些话呀 你等他回来 再多说两遍 来吧 来 动筷子吧 这本书 好 凤起姑娘 这杯酒我得敬你呀 林伯伯 这怎么敢当呢 你就别客气了 我那本书得以重新出版 多亏了你四处奔走 我得当面谢谢你啊 是啊 凤琪 这杯酒我和我爹一起经历 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现在最大的喜事 就是你们能够团聚 我相信三哥 在中间也出了不少力 也对 我得以重见天日 多亏了北辰和成都军 我选哪 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 老三 还不跟你岳父喝一杯 爹 我请你 一起吧 来 一起 爹 怎么了 没事 我得以重见天日 多亏了北辰和成都军 我选哪 我请你 怎么 你们联系上了 成都军不是说 不准任何人和他联系吗 具体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我请你 喝了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忍不 我 你 你 我 爹 那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好好 爹 像现在这样 手稳着手三步 我想了很多年了 曾经还一度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也想你啊 不过 爹还是想问你一句 你也是真心 自愿要嫁给北辰的吗 爹 我跟三哥之前呢 是闹过不少别扭 如今都好了 三哥他是真心待我 也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看到你们俩能够真心相爱 爹这心里啊 别提我多高兴了 我是真的可以放心了 张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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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你确定吗 码头的事是青年会干的 确认无疑 言传的事 一早就是他们策划好的 这班不怕死的 康司令找了他们这么久 也该是他们把命交出来的时候了 对啊 庸哥 康九雄知道烟传的事是我们做的了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但现在问题是这个地方暴露了 当我至今 带大家赶紧转移 庸哥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你们就说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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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这儿 朴少爷 申明大义呀 谢了 你这处隐蛇触动很漂亮 辛苦了啊 你想挑吧黎剑 差不多行了 还眼上瘾了 你帮金都军和康司令 除了这伙人 你又是金都军的医子 日后位高权重 你还怕咱们 找你报复啊 勇哥 勇哥 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 组织的事情 勇哥 慕子正 你这个叛徒 你出卖我们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什么事 什么事 都把枪放下 来 放下 把枪放下 勇哥 带大伙先走 勇子正 你记不着这样做 会有什么后果 小废话 我已经崩了你记不记得 走啊 走 勇子正 你跑不掉他 我跟你们走 带走 谁在盼望着 春风抚摸 谁在凝望着 摇曳的花朵 谁在仰望着 夏夜满天星河 谁记得 一颗流星 一颗流星 转身而过 谁害怕心痛 否认心痛 忍心痛 忍孤独 涂抹 彼此的保护色 谁会甘愿 蹉跎 这样擦肩而过 也要做一颗流星 给你温热 我在天空华处 你侧印的轮廓 让我再明了一次 朝遥星河 至少一次飞舞 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生 消耗一个承诺 我真心拥有光 哪怕短暂快乐 留给岁月一抹 温柔的色 下次流星花光 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 眷恋你的轮廓 我在天空华处 你侧印的轮廓 让我再冰凉 一次朝遥星河 下次流星花光 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 眷恋你的轮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丰